好創下剛剛看到布林肯在印太的行程當中 接受了媒體專訪 他捍衛的是印太和平跟美國息息相關 同時昨天加拿大的軍艦也穿越台灣海峽 美國總統大選只剩90幾天 越打越火熱 但是這個時候呢 你看到布林肯看到美國加拿大 這些國家也表現一個積極的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警告中國 警告習近平抗中保台 並沒有選舉假期 所以剛剛看到布林肯呢 他現在是第18次來到印太地區 而且他這一次的一個行程 叫做繞折中國跑 日本的二加二到菲律賓的二加二 接下來他要去越南 接下來還要去外蒙 你看都是在鞏固整個印太地區 跟美國的更友好 更合作的一個關係 然後他呢在整個亞洲這邊 繞折中國跑的時候 他的副手前印太沙皇 目前是副國務卿的坎佩爾 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裡面 更清楚的講出來這個階段 和未來美國的核心國策 他在裡面特別強調的是 跟中國是競爭關係 這個美國已經定調很清楚了 這個競爭關係是什麼 是美國現代外交面臨的 決定性地緣政治的挑戰 而這個決定性的地緣政治裡面 這是全方位的地緣 所以他會特別強調說 不是單一特定地方 而是一個全方位的地方 而且這個裡面的所牽涉到的 全方位的一個挑戰到什麼程度 戰略 技術 商業 還有的是包含是軍事 所有相關層面 通通要去因應 這樣子才可以 而且他特別提到 現在面對中國美國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加強一個問題 工業製造力 那為什麼特別強調工業製造力呢 他講的是 現在美國在重新檢討 他們過去的戰略和 因應地緣政治的 整體外交方向裡面呢 從波灣戰爭以來30年 因為是在中東打仗 所以美國這二三十年裡面 不管是戰爭的技術 戰爭的科技 戰爭的一個部署 都是強化地面部隊 而地面部隊確確實實 就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改變 但是在印太地區 美國現在認為 討論認為是 在印太地區 最重要最重要是 強大的海軍 強大的空軍 而這強大的海軍 強大的工軍 那中國呢 因為他們的重工業的關係 所以下座軍艦像下水餃一樣 美國要加強 但是美國呢 加強的方式不是只是說 我有比你更多的軍艦 而是美國要有更強大的海軍 以及是更先進的空中 長程投射能力 所以空中長程投射能力 和強大的海軍 這個部分就是 等於是他們的航空母艦 不要像以前一樣 距離離200公里300公里 搞不好是1000公里 他航空母艦上的一個 長程武力 就可以透過空中 來加以投射 而坎貝爾在裡面 繼續解說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 美國還要加強一部潛水艇 而美國的潛水艇 都是核子動力潛艇 所以核子動力潛艇 來無影去無中的 不只是戰略 而且可能是戰術 核武的潛水艇 都會加強的一個部署 所以他此時此刻認為說 美國這個時候要投入更多 但是他這裡面也提到 美國現在有一個困局 是需要去突破的 也是習近平 他們想要去弄的 就是南方國家 因為南方國家 長期以來跟美國的關係 比較疏遠 過去的南北球 北面球的這個問題 而習近平可能要去合中聯合 所以南方國家會是美國 下一個想要去針對中國 加以處理 那講完這些全方位戰略之後 那當然這個都是需要 一個時間去佈局的 那這個時候 不會有空窗期 也不會有選舉假期 所以盟國 美國的盟光 也會在這個時候出力 而最明顯的就是 加拿大國防部長宣布 昨天加拿大的一個巡防艦 蒙特羅號 穿過了台灣海峽 在台海中間的東部 這樣穿過去 可是他不是只是穿過去 他就開始看到這些牽動 第一個這蒙特羅號呢 他是先前 是在中國東海外面 跟美國的海軍 共同操演 所以共同操演之後 31號的晚上 開始由北向南 穿越台灣海峽 而這穿越台灣海峽東邊的時候呢 形成了一個加拿大的軍艦過境 共軍趕快入席 而台灣的國軍在旁邊 整個守護觀望的一個 三方勢力的一個角逐 他的蒙特羅號這樣穿越過程的時候 中國出動了一艘動武士 一艘動武二西 兩艘緊隨在後 台海中線的西邊 緊緊跟著 而我們台灣的那個 定時在海 台海巡弋的軍艦 在定點觀察著這個形勢 然後就他們新聞裡面 國防部或加拿大裡面 所談出來的是 在上空 也有相同的部署的戰機 但是沒有講這些戰機 他的數量多少 都是同樣這個狀況 所以要台海這形勢 其實在這個看起來 好像大家在關注選舉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很緊張 而在緊張裡面又碰到的是 加拿大是31號穿過 對中國來講非常的重要 因為81是建軍節 所以在8月1號 中國的這一個軍隊 事實上今天剛好是建軍97週年 對81建軍節 對中國解放軍來講 那是面子問題 所以加拿大通過之後 所以今天呢 29艘飛機 然後10艘軍艦 又在我們台海周邊圍繞 而最近的地方 離我們基隆只有60海浪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路徑圖裡面 開始中國呢 灰色地帶 有一個新的一個區塊 上次是直接飛機 飛過澎湖的東北邊 切回去 這一次是在澎湖的西南邊 又一個飛機專門切 又再切回去 所以開始把澎湖 都已經納入它灰色作戰 開始一個騷擾的一個狀況 然後不但如此呢 東部戰區 它的新聞發言人 還要特別出來譴責加拿大 認為加拿大是支牢攪局 所以其實你也看到中國對於現在這個局面也是非常在乎的 而回到美國這邊呢 那現在美國呢 更關切的跟我們一樣 我們台灣很關心8月6號 因為那一天是柯文哲的生日 那美國也很關心8月6號 因為傳出8月6號 可能是賀錦麗公布她副手的一個日子 那8月6號賀錦麗目前是什麼副手呢 路透社講說 因為賀錦麗接下來四天 8月6號連續四天呢 會專門走搖擺州 而第一站選在賓州 所以是不是夏皮若賓州州長 目前很可能是賀錦麗所看中 所要的最可能的一個副手人選 搶奪整個搖擺桌 那賀錦麗呢 最近的氣勢是上揚的 根據路透最新的一個民調 她43 然後川普42 然後根據另外的那個彭博的話 她48 川普41 而她的好感度呢 已經飆升了7個百分點 而反感度跌了6個百分點 那在這個時候川普呢 也開始炮火集中到賀錦麗了 那集中到賀錦麗的時候呢 因為呢 川普是在非裔美國人的大會裡面 開始針對 因為賀錦麗很可能對於 一些比較少數族裔 是比較取得了一個吸引力 川普就質問說 她什麼時候變成黑人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賀錦麗的爸爸 是亞馬加的黑人 但是很早就在美洲了 但是川普這個時候 就針對這件事情 針對賀錦麗 他的一個來源 他的一個膚色 又進行攻擊 可是這樣一個進行攻擊呢 也引起了美國呢 又是兩個立場的 一個激烈的爭鋒 而這激烈的爭鋒裡面呢 川普的火力全開 連ABC的主持人呢 史考特呢 他都罵他了 因為他在問他的時候 就問了過去川普 對於少數族裔 包含對於歐巴馬 一些比較認為 適當的言論 結果川普的回答是說 我從來沒有聽過 這麼沒有禮貌的一個發問 你也事先不告訴我 然後呢 當場把ABC改名 叫做假新聞網 所以他川普的火力 那目前呢 這些火力試射的時候 大家再看的是9月10號 因為原來拜登跟川普 先前講好 是6月和9月進行一場辯論 那現在呢 拜登下來了 那是不是要依循著 賀錦麗要跟川普辯論呢 所以賀錦麗不斷叫板 但是川普到目前沒有任何回應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